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秀生儿子特别高兴 但邻居都笑他吃傻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明朝末年 道寇猖獗 大江南北没有一寸净土 贼人所到之处 贱女就淫 贱孩子便杀 甚至有人将孕妇之忧熬出点灯 将婴儿置于其肝之手作为剑靶 所以在那个年代 十家怀孕 九家堕胎 都不想自己的妻儿惨遭横祸 当李氏最先有孕的时候 邻居就有劝其打胎的意思 说道 你这般靓丽 遇着贼人 岂能幸免 不仅你要失劫 孩子也要跟着遭殃 而王秀求子心切 当初并没有想到这些 直到生子之后 见到邻居们议论纷纷 心里才有些坠坠不安 哎 那是个什么时代 真是想都不敢想 王秀本就是个懦弱之人 心想 有了儿子本是个好事 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一旦遇到贼人 即使孩子不死 也会闹个母子分离 没奶的孩子 早晚也是个死 想起自己这期待单传的血脉 将毁在自己手上 只恨自己生不逢时 天天长须短叹 暗自落泪 李氏健壮 说道 你一个大男人 到底是怎么想的 一旦遇难 你是让我捐生守节 还是让我留命照顾孩子 王秀说 两种心思都有 但是自古好事难双全 万一你母子落于贼人之手 我还是想让你不要轻生 最好是能忍辱保住 我王家一只血脉 李氏说 照你这么说 为了保你一家血脉 就要置我的真结于不顾吗 王秀说 如今遇到这乱世 就不要守着那些死道理了 你若是保我孩子长大 这也是莫大的功劳 比你为了所谓的真结而死 要强多了 李氏说 现在你是这么说 等我忍辱把孩子养大 再来相会的时候 那时我还有什么脸面见你 王秀听了李氏的话 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只是暗自神伤 过了没几个月 果然贼兵来了 王秀见事情紧急 便对妻子说 娘子保重 千万要保住孩子 李氏说 女子真结是个大事 你最好还是让家族动议 如果所有人都让我如此 我便看在祖宗面上 是死保住孩子 如果有一个人不同意 那我还是一死了之 留下一个清明 王秀见妻子说的有道理 就把全族之人请了过来 王秀靶阳求妻子之事 告诉众人 众人皆说 手劫是小 存孤势大 必须以骨穴为重 大家也都苦劝李氏 以全王秀七世单传之美 李氏说 从来不忠之臣 不竭之父 都是假借一个好听的由头 实际上是内心奸淫 既然大家苦劝 我无法不从 但有句丑话要说在前头 这出生的孩子 养起来也比较难 万一生个什么灾病 岂不是半途而废 到那时 我孩子没留住 贞结也没守住 怎么办 族人都说 那都是命 与你无关 只看你尽心不尽心 不管他有命没有命 李氏说 虽然话是这么说 但这传宗接代的大事 还需对着祖宗补上衣挂 若是祖宗都容我师姐 那我就依从 如果占卜不好 那我还是坚持自己的初衷 省得明时两悟 免得最后后悔 众人无言 只好让王秀写了两个旨传 一个是守节 一个为存孤 对着祖宗拜过 然后捏揪耳 正好抓着一个存孤 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但李氏对着祖宗又拜了三拜 嚎啕大哭 说道 今生今世再也不能不讲真节了 只因贼子罪恶滔天 以至刚常沦落 只求天地祖宗早些显灵 灭了这些乱贼 哭完之后 李氏便抱着孩子回家了 此事之后 没过半个月 贼寇就到了东流县 王秀气家逃难 才免了一死 而那些妇人们都惨了 除了老弱病残 基本上都被贼寇摧残 李氏当然也在其中 当时 李氏面对暴徒 把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 任凭贼人乱拽 只是不放手 说道 宁可辱身 也不要杀我的孩子 若是你们杀了孩子 我的身子也绝不受辱 只好以此相对 贼子一看这架势 就放了他的孩子 当时李氏的处境可想而知 随后就混在贼子军中 不知道去了多少地方 但总算把孩子保住了 却说王秀带贼子离去 回来不见了妻子 少不得痛哭一场 只能在家苦手 后来平乱之后 官府发榜 允许民众赎回被俘之女 许多人家卖了家产 前去寻妻赎子 王秀见许多人家都把妻子领了回来 但唯独不见自己的亲人 王秀一路寻去 妻子也没找到 还被贼寇抢了盘缠 只好沿街乞讨 套人施舍续命 有一天 王秀饿倒在路上 实在走不动了 恰好有大兵过境 王秀就请求给他一些吃的 但当时没有米面 吃的都是肉食 有一个善心的将官 弄了一大块肉给王秀 王秀拿了之后 千恩万谢 也不管是猪肉羊肉 等到了僻静处 王秀吃了一口肉 但这肉的味道 与平时所吃的不一样 等他要咽下去的时候 便高声念起伏来 原来这肉不是猪肉 也不是羊肉 而是一块牛肉 原来 王秀家里有个家规 师代不识牛犬 传说王秀祖上 遇到一位高僧 说他家本该绝后 但只因世代不杀生 又能戒识牛犬 所以上天怜悯 没带赐他家义子 已须相伙 如有破戒之日 便是段子绝孙之时 所以王秀从来不敢破戒 可到了人命关天的时候 王秀仍然不忘祖训 宁可饿死 也绝不苟活 刚吃下一口 王秀便用指头伸入猴内 一顿扣蛙 全把肉吐了出来 但是王秀因此 饿得失去了三魂六魄 正当王秀之魂飘忽的时候 只见有一些神明经过 见了王秀 便说 这是什么游魂 不阴不扬的 为何流落在此 王秀跪倒在地 哭诉遭难饿死的情况 因为神仙说 你现在有肉 全仍在身旁不吃 为什么还要说饿死 王秀又把自己的祖训 以及刚才的举动说了一遍 说 这里有吐出的牛肉为证 神仙说 看你也是个半斋之人 实在制成 岂有饿死的道理 神仙便对随从说 快把他的魂魄 附到尸体上去吧 王秀盲问 请问您是哪位尊神 神仙说 我是北斗兴君 专查人间善恶 正好路过此地 王秀又问 为什么说我是半斋之人 神仙说 五婚三宴都不吃 是为全斋 婚素不戒 单戒牛犬的 是为半斋 这件事是人不知道 你可以传一传 凡是半斋之人 都能逢凶化吉 生平没有奇灾 你今日之事 就是一个福报 王秀本想问一下 妻子的下落 但那位神仙却飘然而去 王秀灵魂附体 没过一会儿 感觉身子暖和起来 活动了一下身体 只觉得身体健壮如初 竟与吃了饱饭一样 随后王秀接着 道格处化缘 竟然活了下来 王秀就这样一路乞讨 不知不觉又过了半个月 没想到路上 又被抓了壮丁 当了欠夫 日间拉船 晚上便被锁在破庙里 王秀哪吃得了这种苦 每天夜里都是哭声不断 口里还念念有词 北斗兴君 你曾亲口对我说 烦吃半斋的人 平生没有奇货 我如今都快死了 为什么还不来救我 说来说去 总是念到这几句话 一起拉签的人都嫌他烦 躲到一边去睡 不理他 一连哭了几夜 没想到却打扰了船上的官太太 便让随从把她抓到船边询问 原来这条船上住的只是家眷 没有官差 是偷奔官人去的 船上的官太太隔着帘子问道 你是哪里人 叫什么 为什么整夜提气 扰得我们睡不好觉 王秀把自己的家事都抱了个遍 说是自己出来寻妻儿的 没办法流落至此 然后磕头如捣蒜 祈求官太太能放了自己 让自己回乡 那官太太听后大怒 便让人把王秀用铁链锁了 准备见了官人之后再行发落 那几名随从听后 便用铁锁缠在王秀的脖子上 就像是带了众家一般 走都走不动 如此过了三天 脖子也磨出血来 脚也脱肿了 只求能早日到了官府 好让他赶紧回乡 省得再受这皮肉之苦 第四天 终于到了官府 只见一位将军过来接家眷 在船上续了一会儿就是 一边让兵勇带犯人来审 一边还准备了刀俯手 随时准备行刑 王秀见了这个架势 当场差点吓晕过去 将军让人把王秀带到面前 王秀抬头一看 只见将军满脸都是杀气 高声问道 你是何人 跟着官船哭哭啼啼 是不是见船上都是家眷 想趁夜摸上船来 与图谋不轨 王秀一听 心想横竖是死 不如搏上一搏 大声回道 小人是个读书人 懂得理法 并没有胡作非为之心 我只是想寻找自己的妻子 但在路上被抓来拉欠 因为妻子没寻找 反而受着等苦难 受不了财业里哭泣 没想到却惊扰了夫人 夫人于是把我锁起来 只等老爷您见后发落 我真的没犯什么罪啊 将军转身问随从 这几条铁锁是什么时候绑的 随从答道 他啼哭之后 惊动了夫人便直接锁了 到现在为止 刚好四天 将军说 我不信有这种事 既然如此 开了锁 让我看看 可见这个将军是个醋坛子 生怕妻子被王秀办了 随从得令 赶紧开锁 可没想到这铁锁经过几场大雨 早已生锈 开起来特别费力 最后用上腹锤 才把铁锁打开 将军进前一看 只见王秀脖子上早被磨得血肉模糊 便转怒为喜道 若不是这把铁锁和脖子上的这道血痕作证 不但此人要死 连你们这些随从也要一起杀了 这样看来 这家伙果然没有上传 是我多虑了 将军又问王秀 你妻子叫什么 孩子多大了 王秀据实回答 将军对随从说 把他先带到一边 听后发落 随后将军便笑咪咪的 进了船舱 你知道为什么将军会如此过激 为什么会平白无故的 把倩夫当成奸夫 而且还有这么大的醋意 原来这位官太太 便是王秀的妻子李氏 将军在乱军之中看上她 让她当了夫人 平时对她宠爱有加 更是把那个孩子 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 李氏跟随将军之时 便与她有言在先 说 我前夫妻是单传 只有这一点骨血 以后如果再能相会 求您把儿子交给她 这位将军也是个仗义之人 便答应了她 当天夜里 李氏听到外面有哭声 隐约觉得像自己的丈夫 所以便等到天明 让人带来审问 其实只是想看看他的面貌 确定一下是不是自己的丈夫 没想到此人正是王秀 李氏心中大喜 但李氏是个有心计的人 若是别的女人见了丈夫 肯定掀开帘子就要扑上去 但李氏没有 因为她知道什么是瓜里之嫌 如果真是当场相认 估计王秀现在已经成了刀下之鬼 因为她知道男子一心都重 若是将军没来之前便相认 将军自然生疑 这也就是将军为什么怀疑王秀与夫人有奸情了 但若不说 又怕再与王秀失散 所以只好让人用铁锁绑了 一起带着她过来 而且这铁锁也能证明自己与王秀的清白 真是不得不佩服李氏的心计 这真是一个把真结看得很重的女人 将军回到仓里便问李氏 你确实是一个坚守父道之人 现在儿子遇见父亲 我旅行之前的约定 让你把儿子还给他 只是你怎么办 是想跟前夫走还是继续跟我 实话实说 不必隐瞒 李氏说 我自打失身之后 女前夫就已经恩断义绝 且不说不想跟他 即使跟他 我还有什么脸面相见 只要将儿子交给他就行 别的事情就算了 这一点 当初逃难的时候 就已经预料到了 将军一听 特别高兴 便把儿子带到仓外 把王秀带过来说 这是你的儿子 仓内就是你的前妻李氏 王秀大喜 但不知道将军何意 更不知道是吉世兄 将军说道 为了你这个孩子 你妻子费了不少心血 宁肯受奴也要把他抚养成人 他天天念到你家七十单传 只有这一脉骨血 天天含在口里怕话了 彭在手里怕摔了 如今把他交给你 他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至于他的身子 已经随了别人 不便与你相见 你也不要再有非分之相 领着孩子走吧 王秀也真是利索 说道 找到儿子已经是万幸 哪还敢指望前妻 随后 王秀领了孩子败别 感谢他们的抚育之恩 也不顾孩子提气 坐着一艘小船就顺流而下 不到半个时辰 就走出老远 且说王秀嘴里说不要妻子 但大家都是人 岂能没有得龙望鼠之心 看见儿子到手 但妻子却见不到面 未免触境生情 抱着孩子一顿痛哭 正当王秀悲苦之际 只见江岸上有一匹飞马赶到 将军传令 让王秀调转船头 回去相见 王秀心里又是一惊 以为将军变卦 但也没有办法 谁让自己的小命捏在别人的手里呢 等到返回大船旁边 见了将军 才把心放了下来 原来将军是一片好意 李氏见王秀把儿子带走之后 觉得使命完成 便关上舱门 想一死了之 贴身丫头推不开门 知道要坏事 赶紧报告将军 将军急忙赶来 撞开舱门 见李氏已成了良上之鬼 将军痛惜不已 让人把李氏放了下来 又是掐 又是吹 幸好李氏只是一时避弃 半天才行转过来 也是李氏命不该绝 将军问李氏 你此番寻死 无非是挂念儿子 舍不得前夫 我之前问你 其实就有放你归家之意 但你不肯直说 故意巧言骗我 如此手术两端 什么意思 李氏如实回答 今天的事情 当年在祖宗面前已经定下了 当年分别之时 我就对前夫说过 此后身子被玷污 肯定没有面目相见 现在侥幸把儿子养大 现在死也足矣 如果你不信 问问王秀就知道了 将军说 若果然如此 那说明你是个忍辱存孤的劫父 我一生光明磊落 哪里找不到个女人 怎么会留一个劫父做妻子 如今我把王秀叫回来 就是想让你们夫妻团聚 你觉得怎么样 李氏说 有言在先 绝不做此等没脸没皮之事 只求以死明智 将军说 刚才你已经死过一次了 也不算食言 现在你的前夫就在外面 我替你向他解释 让他也不敢有别的想法 将军出去询问王秀 果然与李氏所言一致 将军对王秀说 现在我让李氏随你而去 是我的一片好意 但并不是李氏的初心 你如今回乡 只说前妻已死 现在又重娶了一位家人 好好过日子吧 说完之后 将军让随从把李氏所用之物 紧接搬到王秀船上 又给了一些金银作为嫁妆 李氏 王秀与那个孩子 一起拜谢安人 这么一场骨肉相离 妻离子散的惨剧 在将军的成全之下 也传为了一段佳话 看完这个故事 至于王秀与李氏 到底谁对谁错 相信大家心里都有个判断 只恨生逢乱世 让人妻离子散 李氏忍辱存孤 确实世间少有 如果放在今天 估计大多数人也会做此选择 但在当时的封建社会 李氏能够放下真结之剑 确实不容易 可见封建遗毒之身 将军申明大义 成全王秀与李氏之好 在那个乱世 属实不易 但也说明 无论在什么时候 人间还有真情在 世上还是好人多 至于故事中的求神占卜之事 以及神仙救命之说 只为增加故事的生动性 与封建迷信无关 请无对号入座 但这里想说一句 举头三尺有神明 行事做事讲出心 只要我们一心行善 即使眼前受一些苦 但后世自有善报 正应了那句话 善恶终有报 只争早来迟 奉劝世人 多行善 行善必有福报 若作恶 作恶必遭天谴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